你一定在大街上的某个地方 见过这朵五颜六色的太阳花 为什么这朵平平无奇的太阳花 能够受到这么多人的追捧 是不是觉得 你也能画得出来 这朵全球潮人必备的太阳花 就来自于日本艺术家 村上龙之手 作为日本最知名的艺术家之一 村上龙的合作清单 从潮牌Spring 穿揪宝林 到欧美音乐人Kaya West 和Billy Elish 他绝对称得上 是潮流时尚圈的宠儿 2003年 他和LV开启长达13年的合作 将LV的经典标志 换成了33种颜色 引起了当时消费者的追捧 为LV净增加了3亿元的收入 也许正是耀眼的商业成绩 艺术圈对村上龙的争议从未停歇 2010年 村上龙在巴黎卢浮宫 举办的各展受到阻止 法国人认为 流行艺术绝不可以进入 经典艺术的展览地 但他并不认为 金钱和艺术是无法对等的 找到欲望的方向 向前奔跑 以金钱为力量 驱使着他在商业艺术 设计这条路上发展的更好 村上说 我把市场的反应很当回事 因为这样 我的事业才能持续 在村上龙的作品中 你可以看到大量熟悉的日本动漫元素 他在纽约留学时 敏锐地发现东方文化在欧美艺术市场上的空白 于是找到了波普艺术 并融入了自己对日本现状的思考 首次开创了超扁平画风格 Super Flat 这种风格借鉴了 日本传统服饰会中的扁平绘画 也借鉴了日本当代漫画 宅男和二次元文化 村上龙所定义的平 不仅只绘画的平面感 还意味着商业与艺术 高级与低俗之间的划分 是平坦的 这也是村上一直在表达的 艺术不应该有阶级 它可以成为流行的商品 成为大众文化 村上龙风靡全球的太阳花系列 在可爱甚至肤浅的外表下 暗藏着深层哲学主题 色彩斑斓的花朵遮盖了黑暗面 单纯的笑容是对孤寂与痛苦的关照 村上龙就是用这样具有亲和力的日曼风 传达着他对世界的洞察 让更多人接受与迷恋他的艺术 受到疫情的影响 村上龙在2020年7月宣布他的艺术公司 开开几几面临破产 其中耗时9年的电影 Jellyfish Eyes系列 也停止制作 然而村上龙的创作永不停歇 他说 我不怕亏钱或失败 但是我想能一直做下去 如果你也时常在现实和理想中挣扎 不如和村上龙一样 摒弃外界的杂音 用最纯粹的目光 看待这个世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